大家好,我是Kent Zhang 歡迎大家來到Kent Club Ford Richmond 聶志文的福特汽車,今天跟大家介紹的是2021款的Ford Explorer 2021的探險者,白金版Platum 它跟區域之前的外觀差別還蠻大的,整個流線型 四輪傳動的部分,它從主要前驅換到後輪四輪前驅 這個功能主要就是要把這個車子的性能、穩定性增強許多 現在跟大家介紹這一款的內裝 一個10吋的大的螢幕,然後它是上下可以做分隔的 後面這邊有一個無線充電的功能 還有駕駛的模式呢,這邊有一個可以旋轉 可以調各種不同的地形的一個模式 再來內裝的部分 實木的一個內裝 再加上上面皮革的一種處理 整個裡面質感是非常好的 椅子的部分呢,它還有一個按摩的一個功能 那音響的部分呢,是我們一個Ben & Olsen的品牌 再來跟大家介紹後面內部的空間 那後面的位置呢,是非常寬散跟舒服的 這個是最新的一個格子方法 兩個座位,兩個座位跟後面的兩個座位 那旁邊這邊,有一個遮陽的功能 再來呢,這個椅子是可以前後挪動的 所以讓前後面的空間是可以做調整的 再來後面的話,它有自己控制的一個溫度 那忍熱跟風速的大小 還有椅子加熱的功能 這邊全部都有 還有這個USB 跟充電器 那如果你要去後排座位呢,也非常的方便 這中間的隔板,它會特別的降低 讓你可以去後面,非常的方便 360度的攝像頭,是這個白金版的基本票配備 那倒車的一個鏡頭 然後呢,還有四出的一個尾管 讓整個跑性非常的明顯 那在拖車的拖車勾 那有鑰匙在你身邊的時候呢 只要腳輕輕的一踢 後備箱就自動的打開 那可以看到後面的空間是非常的寬敞 那後面呢,也非常方便 只要按下這個鈕 它就自動的倒下了 這個探險者呢 有各種不同的等級可以選擇 它有從XLT 限量版跟白金版 在最高等級呢 還有另一個ST 就是跑車版的一個選擇 那在2021呢 我們還有一個叫油電混合的版本 那我個人自己也訂了一台 油電混合的限量版本